我们新确定了16538位的本土病例感染者 那这比起上个礼拜的礼拜一的22500多位 是降低了百分之26.8 看起来这降的幅度是比较大一些的 睽違多天COVID-19本土确诊个案下探一字头 也是8月15号以来最低 国内疫情逐渐取缓 局会中心公布11月14日起 取消要求民众进入高中以下学校等24类场所 打满三剂疫苗 另外有立委追问 卫福部目前有1.3亿的快筛剂 即将在明年底过期 而卫福部有什么对应方案吗 那第一个方向是对中低收住户 那来做免费的发放 那也许一个月大概是5剂 中低收民众有望每个月配发5剂快筛 但公费的清冠一号 同样备受立委关注 公费对象预计在放宽不良高血压者 等四大类民众 不过立委全吟质疑 向西奥的Pasilovi使用指引就提到 孕妇患者若只要医师评估 效益大于风险就可使用 然而清冠一号却还没开放 我比较可以理解就是Pasilovi有满足 然后清冠一号没有满足 所以我们目前国内就做这样子的决定 因为目前在这个清冠一号的这个部分的话 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 所以你要做之前要满足这一些条件 然而清冠一号针对12岁以下患者 就有详细使用剂量指引 陈寅表示中医界期盼也能比照西医的临床治疗指引 而后续卫福部则将在研议 原先新闻阿斯许家荣立法院采访报导